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上面 这个洋芋擦擦其实就是土豆擦成丝对不对 对 洋芋就是土豆 洋芋擦擦的就是土豆擦成丝 但是今天我们这道美食叫做什么 香炒面鱼 面鱼跟土豆擦擦之间是什么关系 融合在一起炒着吃 好 学学看 听起来有点复杂 非常简单 面鱼是一种深受大家喜爱的北方面食 口感好易消化 老少皆宜 今天我们用到的主要食材有 土豆 玉米粉 面粉 切力红 黄豆 干辣椒 大蒜 盐 你看放在我面前就是擦好的擦擦 也就是土豆丝 擦好了的 然后给它拿水去掉一下它的淀粉 泡住 这边我单准备一只大的空碗 然后端上来两份 一份是玉米粉 一份是面粉 我把玉米粉跟面粉给它有效地结合在一起 这个玉米粉跟面粉是您准备做面匀的 第一是裹擦擦 裹住这个土豆丝的 对 第二个是拿剩下的面粉做面匀 两把玉米粉 一小把面粉 把它配搭在一起 然后面粉里边的它那个粘性大 因为它有淀粉 含量很高 这么着呢会很容易裹在食材上 因为待会我们这个 现在的这个面粉和玉米粉是 一部分是要用来裹这个土豆丝的 对 把两把玉米粉 一份面粉 然后给它调在一起 也就是说二比一的比例 配成这种混杂的面粉之后呢 把过过水的这个土豆丝 直接就这么裹在上面 对 直接给它卷起来 哦 土豆丝表面是有一层水 这么着呢 往咱们的面团里一放 它立刻呢 就裹上了一层薄薄的这种玉米粉 加面粉 的混合物 对 刚才余叔说了 加面粉是为了让它有一些粘性 更容易附着在食材上面 那个如果不加上这个玉米粉和面粉 直接就用这个土豆丝也行是吗 还说那它就叫土豆丝就不叫擦擦了 所以就是真正把土豆丝变身成洋芋擦擦 这个东西的步骤就是刚才您做的这个步骤 对 然后剩下的这个玉米粉加面粉混合物 我们再把它做成面匀 用这个就可以做了 对 来一点开水 给它烫了 要开水 大部分是玉米粉比较松散 它不容易凝结成团 用开水烫过之后呢 您看它立刻呢就抱团了 我们就要的是让它抱团起来 抱团起来好搓面匀 用筷子顺时针搅打在一起 直到没有干粉之后 好 将筷子弄干净 这就可以做面匀了 对 就是越简单的就越对 对 好吧 我也不再继续解释了 总之现在我们要把这个 两份玉米粉加一份面粉的这个面团 做成鱼 鱼呢就是两头尖一点 中间有个肚子那么一个形状 对 这就是对面匀呢 就是很形象的一个比喻 它就是两头尖尖的 然后中间呢修有点粗 下面我把烫好的这个面团呢 直接这么给它揉在一起 用开水探控之后 你看粘合度呢特别好 是 我呢用刀或者用手呢把它分开 成这种面地子 搓一搓 搓的时候带着点劲 因为毕竟是玉米粉比较多 嗯 到这会儿呢 我们就可以呢做面匀了 揪在一块儿 顺手揉一揉 给它搓一搓 嗯 关键是 要把它那个表面搓光滑了 对 搓光滑了 然后粘合在一起 嗯 搓成这种黄色的玉米条 好吧 我承认有些鱼 确实长得也是这个样子 为什么您搓了一会儿以后 它真的就光滑了 我这个搓完上面老师 还有裂纹呢 手上稍微带一点劲 带一点劲 搓起来就比较光滑 这个 玉米粉 它是不是就是真的是这样啊 它的粘合度就是没有那个白面 好 我们把锅烧好之后呢 然后把 刚才咱们现在搓的这个面匀 跟那个叉叉呢 给它蒸一下 大概要蒸多久呢 呃 第一步先放这个面匀 然后蒸上两分钟之后 放叉叉 再蒸上一分钟 我们就关火 好 因为我们要求这个 这个脂肚丝啊 达到刚刚断生的这种程度 嗯 就不死以白脸蒸 嗯 所以我没喝太多水 因为咱们蒸锅的时间 不会用很久 对吧 嗯 我能不能靠多加一点 这个白面粉来使它 变得更黏呢 可以 如果真正说的没有什么 那个 下厨经验的 是那种那个菜鸟籍的 我们完全可以按照 雪纯这种方法 给它一半一半 它就可能黏合度更好一些 对 其实西北人他们喜欢吃一些杂粮面 嗯 这个对健康特别有好处 但是呢 这个我们有的时候平常吃白面吃多了 加了杂粮以后就是觉得不好处理 嗯 这个 这个不听话嘛 但凡是吃杂粮的时候 我们也是 不要用吃纯杂粮 因为什么 因为脾胃 稍微有一点修化不好的 吃纯杂粮 都伤胃 哦 也是要给它带进一点面粉来 让它这么更容易消化 嗯 我现在看着这个杨粮擦擦 它特别诱人 特别诱人哈 擦擦擦了它成熟度不一样 所以说我们呢 先把它蒸上一分钟 嗯 大火 先蒸面圆 对 让它熟一下 对 是啊 因为大家看我们这个土豆 可以直接这么吃呢也可以 嗯 可以少油不能少盐 所以说咱们今天为了 健康 我们油呢 也用量稍微少一点 嗯 少割一点油 润一下锅 就是它们吃的还是偏咸 对 嗯 这么着我们就来说一下今天这个食材 第一步呢 我们把这黄豆给泡发了 嗯 油里边呛一下锅之后 把泡发的这个黄豆呢 先倒在锅里边 呛锅用的就是葱姜 葱姜呛锅 嗯 然后泡发的黄豆先炒 所以今天的 其实这个于师傅给我们今天这道主食 配的料呢 它的主题就是薛丽红炒黄豆 可以这么说吧 可以这么理解 这是薛丽红炒黄豆 跟油面鱼的一个很好结合 把黄豆炒一炒 让它稍微那个散一散水分 然后那个香气浓郁一点 把准备的这碗薛丽红下入 嗯 这个薛丽红就是 比如说我们在市场上买腌好的薛丽红 回来洗一下就行是吧 对 洗完了给它切碎了 嗯 放这个薛丽红是有它的特点 放黄豆也是有它的原因 嗯 因为黄豆呢本身自身味道呢就很鲜美 还有很多这个大多蛋白在里面 是 然后这薛丽红呢经过腌制以后呢 立刻又有它自然风味了 嗯 薛丽红炒黄豆倒确实是一个特别经典的搭配 好 但是感觉薛丽红黄豆不像是西北地区的风味 这个是不是您今天特别想出来的一个搭配方法 这薛丽红炒黄豆呢是地道的北京小咸菜 嗯 嗯 这么把它融合在一起 口味是不一样的 挺好 所以炒一炒呢我们把它倒出来 好 炒好的薛丽红黄豆先盛出来 对 给它爆香 爆一下香锅 因为薛丽红本身是腌菜 所以它也有咸袋了 第一次我们把薛丽红黄豆给它爆香了 第二次呢 还是少来一点油 然后进行了最后的炒制 油温达到两三成热的时候 下了一些干辣椒 炸辣椒油吗 这个第一步是炸辣椒油 把辣椒呢给它煸一煸 让辣椒变颜色以后 呛一下辣椒之后呢 将我们刚才的食材全部倒入 嗯 进行翻炒 这个麦香还是很好的 看上去哈 对 很可爱的 又是绿的又是黄色的 很让人有食欲 我们刚才在蒸的时候呢 只是把这个叉叉跟那个面鱼呢 刚才蒸的断生 对 我们刚才吃了一根那个叉叉 有点硬心还 对 就是为了这一步的炒制 嗯 对 要是熟过了的话 再炒 嗯 就已经有点过头了 就有点烂了 嗯 炒到这个时候呢 好 我们把它加上一点盐 也就是一点盐吧 不需要其他什么了 哦 盐量很小 因为有这薛力红在里边 买一点点胡椒粉 胡椒 白胡椒粉 嗯 增加一下它的符合香气 嗯 好 嗯 挺香的 最后是 炒匀之后呢 我们就给它关火 红的绿的是最后 为了调一下颜色 嗯 加一点点这个香芹 香芹 最后要拍上两半蒜 这个蒜呢 还是很重要的 嗯 是炒饼啊 炒面呀 最后都要加上一两半蒜 用最后的热气呢 顶一下这个蒜 蒜的反而又没有熟 嗯 只是要它的香味 往往在这个时候 蒜下去会有一种挺神奇的效果 对 现在这一锅的香味里面 就已经少不了蒜的那个香气了 出锅了 将炒好的面匀 直接装入盘中 嗯 您看 新出锅的香炒面匀 是不是卖相特别好呢 是不是很想赶紧下厨 给自己和家人做上一盘呢 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它的制作步骤吧 第一步 两把玉米粉 一小把面粉搭配在一起 放入过过水的土豆丝 将剩下的玉米粉用开水烫过搓成面匀 搓的时候注意带点劲儿 第二步 蒸锅烧热加油 放入面匀蒸一分钟 再加入叉叉丝 第三步 加热炒锅 倒油 放入葱姜 黄豆 血力红翻炒 单独盛出 炒锅下油爆香干辣椒 加入黄豆和血力红 下叉叉丝翻炒 入盐和胡椒粉调味儿 加胡萝卜丝和芹菜丝调色即可 今天于师傅教我们做了一道很别致的小吃 这个呢 为什么今天于师傅特别推荐这道吃食呢 看起来稍微有点复杂 其实做起来大家看也还不错了 也没有那么想象中那么复杂 关键是他要向大家推荐 土豆这样东西作为主食的好处 对不对 对 因为现在土豆呢它是属于减肥食品 减肥食品分你怎么吃 一定要带主食吃 替代主食 就是把土豆做成菜 对减肥没有帮助 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做成擦擦呢 又是主食又是复食 对啊 而且像今天这个做法 本身用那个雪里红炒黄豆 这种北京小吃的方法来搭配 也是很新鲜的 面油真的挺不错的 学了这么一道很有特色的小说之后呢 今天我们的玉米面 还要再派上一个另外的用场 剩下的玉米面呢 再煮一道紫薯玉米粥 紫薯富含蛋白质 还富含锡元素和花青素 经常使用具有减肥 健美和健身防癌的作用 制作这道美味养生粥 需要的原料有紫薯 玉米茬 玉米粉 首先将调好的玉米茬 放入烧开的水中煮沸 先加入紫薯块 再将调匀的玉米粉搅拌均匀 倒入锅中 小火煮至粘稠即可 小火煮至粘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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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煮至粘稠 火煮至粘稠